朋友你好,今天是2022年2月18日,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和订阅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来分享给大家 您的点赞和订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非常感谢 历史学教授雷一先生说,历史是一个邪恶的老师 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能有资格和能力 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在对西方的学习中,近代国人始终未能找到战争的问题 所谓南辕北辙,方向错了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 鸦片战争时,林泽徐来到广东部房 但是他完全不了解英国人,对敌情一无所知 当时谣传,洋人膝盖不能打腕 这谣言也不知是谁先传的 反正大家都信,于是林泽徐也信了 早些年,见外国使臣见乾隆皇帝时不肯下跪 中国人认为他不是不愿下跪 而是洋人伸下来膝盖就不能打腕 跪不下去 林泽徐的奏折上是这样认为的 他到前线看了看,发现英国人膝盖还是能打腕 所以他在奏折中说,英国军人的装束太紧密 从脚脖子到大腿都被绷带打得很紧 所以膝盖不容易弯曲 有人向他建议准备几千根长猪干 双方交战的时候拿长猪干一桶 英国人掌握不好平衡就会摔倒 而且膝盖不能打腕,一桶就站不起来了 我们就肯定能赢 林泽徐最初也是这个看法 咱们再看另一位 说打了几次败仗之后 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中英两国的三层次差距 他们觉得是指挥员不行 就派了湖南提督杨芳去打仗 杨芳到了广州后还没有正式接防 第二天英国军舰就来了 他自己去观战 观战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英国军舰在水里颠簸 炮也随之颠簸 但都打得很准 威力还很大 他觉得这是用邪术 我们要破邪术 他的打法是在广州征集马桶 因为最脏的东西能破邪术 他还征集了什么呢 中国传统文化里歧视妇女 他就征集妇女的卫生用品 等到下一次英国军来了 他就把这些马桶和妇女的卫生用品在竹牌子上面放出去 他觉得把邪术一破 英军就败了 当然这根本没用 杨芳的想法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的看法 中国人都是这么想的 再来说回林泽徐 他经过这个战斗 觉得国外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领域 于是林泽徐呢 就违反了规定 悄悄的让一些广东的知识分子 搜集了英国的各种资料 地理书和报纸 编了一些书 叫做四周治 他知道这是犯记的 他没有干公开 但是呢 后来还是传出去了 当有人质疑他为什么要搜集这些资料时 林泽徐说是为了西疑 所谓的知己知彼 很多人就攻击他了 说你这是长敌人威风 我们的华夏文化是最好的 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治国之道 乱里长纲 我们就能把英国打败 于是林泽徐就被流放了 主张了解外国长敌人威风 是林泽徐的罪名之一 在前往新疆的途中 林泽徐在镇江碰到了好友魏元 他就把鸦片战争的情况对好友说了 他觉得中国要好好了解世界 于是他把他的四周治交给了魏元 他希望魏元来帮他完成心愿 魏元花了几年的时间搜集了资料 编出了海国图志 这本书是当时介绍外国情况最全面的一本书 每个国家的历史经济军事 尤其介绍了这些国家的武器轮船和军舰 按照林泽徐的观点 这种做法叫做施宜长计以至宜 就是说他们还是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好 包括传统与制度什么都好 就是在武器这一点不如人意 所以他们要学习国外的武器 除了掌敌人威风的罪名外 林泽徐还有一个罪名叫溃一下之防 就是说中国人长期认为华夏和蛮夷之间有一道文化防线 而林泽徐则是溃败了这道文化防线 换做今天的话说 就是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安全 这在当时可是很大的罪名 所以在当时普遍的中国人不接受海国图志这本书 但这本书很快就传到了日本 日本人反而在短短两年内翻课了21版 而且对日本的明智维新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日本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世界需要什么 觉得他们自己也应该维新应该图强 咱们都知道 日本恰恰是经过明智维新走上了强国强军的道路 反过头来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中国 林泽徐启蒙中国人的书 中国人不接受 无意中启蒙了日本人 日本反而因此强大反过来又侵略中国 这个历史的悲剧怎么都觉得是值得吸取的 咱们再想 究竟是杨放那种就是坚持中国传统 哪怕战败也绝不可能向遗迪学习 不能向西方学习是真正的爱国 还是像林泽徐那样提出 失疑长继以质疑被指责为溃疑下之防的心态 是真正的爱国 为什么他们都把盲目的排外算是真正的爱国呢 晚清总共70年 就连要不要向外国人学习使用枪炮都耽搁了20年 这个王朝太没有见识 传统的包袱太深 觉得我是天朝上国 只能你学我 不能我学你 那为什么耽误了20年之后又可以学了呢 还是曾国藩等汉族官僚崛起了 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 切实感受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 所以就提出来要造洋枪洋炮 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了当年的那本海国图志 于是呢 就把血藏了20年的海国图志 重新拿出来大量翻课 希望官员和读书人都能读到这本书 曾国藩等人要造洋枪洋炮 要用洋枪洋炮来打击侵略者 或者镇压农民起义 这对清王朝是一件好事 但是他们遇到来自朝廷内部的阻力也是极大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阻力呢 咱们知道清朝是满族入关统治了汉族 满族人比汉族人要少很多 所以清政府一直警惕汉族 不让汉族人有地方大臣 有总督巡抚 军权都在满族人手里 但是太平天国的运动 证实了清朝的国家军队不堪一尽 镇压不下去 只好让曾国藩自己的乡军去镇压 曾国藩呢 也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军权 左宗棠的储君 李鸿章的怀君都取得了相当大的军权 这是太平天国一个重要的后果 客观的后果就是使清朝政府入关200年来 汉族人第一次有了相当的权力了 杨务派要造枪炮 遇到朝廷内部的阻力有多大 咱们来举一个例子 打仗要传递信息 当时还靠马来去传情报 在1868年的时候 外国已经有电报 李鸿章向朝廷申请说要发电报 朝廷是坚决的反对 因为这是一敌的东西 跟当年说的林子虚一样 一敌可以用 我们不能用 所以就是不让你修电报 李鸿章提了好多次 每一次都被反驳回去了 朝廷找了一个借口 就是中国将祖宗崇拜 我们世世代代祖坟都埋在地下 而电线当时是埋在地下的 埋在地下就会有电流通过 电流通过就会惊动祖坟 就会使祖宗不安 祖宗不安就是不忠不孝 所以朝廷拒绝用电报 后来李鸿章当了直立总督 北洋大臣之后到1879年 他自己没有经过朝廷同意 翘翘的在天津的北洋总督衙门和天津炮台架了一些电线 通过这个电话可以指挥多少个炮台 觉得太神奇 同时呢 这边说话 那边都能听得见 这对打仗来说 作用是太大了 他觉得很好 让其他官员来世 那些官员一世觉得确实很好 最后朝廷也觉得这个很好 所以1880年同意可以发电报了 从李鸿章1868年开始不断的提要求 到了1880年才同意 这个电报又不是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 并且带来的好处是最显而易见的 一个正常的政府都知道 我跟别人打仗不断有农民起义 不断有别人侵略我 我要指挥 我要传达命令 了解前方的信息 但清政府居然要经过12年的时间的考虑 最后才决定见电报 清政府有心理障碍 觉得一滴的东西我们不能用 为了克服这个心理障碍 得用12年 那我们就可以想到其他的事的阻力会有多大 更大的困难来源于修铁路 李鸿章也是从1872年的第一次正式提出来 跟公亲王说要修铁路 他觉得修了铁路对运兵很有好处 公亲王呢 也觉得应该修 但是阻力太大 就不敢提出来 后来李鸿章提了 一提那也就是一片的反对之声 谴责他 说他是汉奸 说修铁路防山要扎山 玉河要搭桥 这会惊动地神天神河神 这些神灵是保佑大清的江山设计的 把这些神灵都得罪了 那壳砸整 李鸿章每次的奏折都说 修铁路会带来利益 哪修铁路哪就会发达 这也让魏道士们抓住了把柄 他们说这正好证明了修铁路 修到哪里哪里人心就变坏 因为圣贤书上说 君子欲一亿 小人欲一利 铁路经过的地方 淳朴的民风就会变坏 还有人说 修了铁路之后 陌生男女在满罐子里 几天几夜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李鸿章有修电报的经验 他就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 建了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需要煤 朝廷同意他挖煤 李鸿章后来也没打报告 他挖了煤之后 在唐山修了一段9.8公里长的铁路 他觉得用这段铁路来拉煤 让大家适应一下 感受到他的好处 但李鸿章知道 欲速则不达 他在上报给朝廷的时候 得用一些中国人最熟悉的词 来报告一个新鲜事物 他打奏折的时候 就说修了条新马路 因为确实没有规定 这种东西必须叫做铁路 朝廷也没有介意 这也是李鸿章的聪明之处 他知道不能一步到位 所以他没有用蒸汽机拉煤 而是用几匹骡子拉一个车厢 车厢里有煤 在铁轨上拉9.8公里 完了再卸下来 他想有个适应过程 但是负责修唐山煤矿的小铁路的英国工程师 一看觉得太荒唐 你修了铁路用罗马来拉车皮 他觉得这是中国政府没钱了 买不起蒸汽机了 正好唐山煤矿有一个锅炉 当时也没什么用 他没有报告给李鸿章 他自己就把锅炉改成了蒸汽机车 把它就弄到铁轨上了 铁轨上拉了长长的车皮 还装满了煤 这是1880年的事 但是蒸汽机他会想 把大多数人吓得是魂飞魄散 觉得这就是妖魔鬼怪 马上就报告给了朝廷 这下朝廷知道了 原来李鸿章是修了一个铁路用来运煤 就让李鸿章把铁路拆了 李鸿章也很狡猾 他做事总是打马虎眼 他知道政府最忌讳的就是蒸汽机车 他就把蒸汽机车给撤掉 又恢复到了用罗马来拉车皮 到了1883年 到中法战争比较紧张的时候 李鸿章说 北洋水师需要煤 还得用蒸汽机车了 朝廷转了这9.8公里的蒸汽机车 蒸汽机车这才重新又调到了铁柜上 李鸿章做事有个特点 等机会 他知道没有一个人全力支持他 所以他一直在等机会 等到什么时候呢 咱们知道 1884年中法海战中 整个福建水师被打沉 暴露出了清政府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中国没有现代化的军舰 都是沿江沿海一些地方官买了一些帆船 让几个熟悉水星的士兵在帆船上 主要是防海道河道 当时水师就是这样一个水平 但是鸦片战争一来 列强都在海上使用军舰侵略 曾国藩 左宗棠李鸿章和沿海的都府 都用自己的地方的钱 从英国 法国 或者是德国 买来现代化的军舰 组建了北洋水师 南洋水师 广东水师 和福建水师 而且左宗棠李鸿章意识到一个问题 我们有现代化的舰队 还需要一个海军司令部来统一指挥 这几个水师不能用美国的标准 他用法国的标准 所以左宗棠首先打报告说 朝廷应该成立海军衙门 所谓海军衙门 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海军司令部 李鸿章也提出来说 几支舰队建成了应该统一管理 但是呢 清王朝又拒绝了 为什么拒绝呢 统治者认为 我用敌衣的军舰 已经是等而下之 不得不这么做 已经很丢人了 你还要让我在政府机构中 我们传统的利护礼宾行功六步中 再学遗敌 建立一个我们传统没有的政府机构 坚决不同意 这个事情也反映出清王朝的短视 这不是政治体制改革 要裁扯某个机构 侵犯了官员的利益 而是建立一个新的机构 给别人有当官的机会 所以啊 在1884年马尾海战 一个福建水师被打沉 就暴露出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 南洋水师 广东水师和北洋水师 没法增援 暴露出这些问题来 这时候左宗祷李鸿章 抓紧了这个机会 跟朝廷打奏折 说一定要建海军衙门 朝廷到现在才知道 建海军衙门的重要性 才同意了 这个事情也说明了 清王朝的变革总是非常的被动 像左宗祷李鸿章 这些人是多么忠于朝廷的大臣 他们拿地方自己的钱建立舰队 说应该由中央来指挥 中央居然拒绝 他们不要 他们也不指挥 他们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非要一个舰队被打沉了 付出了沉中的代价 才知道要建立一个海军衙门 海军大臣 相当于现在的海军司令 慈禧当然用了他最信任的 传亲王义轩来当海军大臣 他一上任后 李鸿章就对他说 我的北洋水师很强大 请你到天津来视察北洋水师 义轩一视察北洋水师 他没想到现代化的军舰这么厉害 大炮打得又转又狠 海浪那么大 他觉得站在军舰上非常的威风 李鸿章就借这个机会说 为什么军舰能在海上跑那么快 就因为他要靠锅炉的动力来推进 但是咱们这次检阅用的煤靠罗车 得多少罗车拉多少个月 我们这一次就用完了 你要是打起仗来 还用罗拉煤吗 跟不上的话 这些军舰在港口就得等着挨打 义轩曾经也是反对修铁路的 这时候他才明白修铁路月煤的重要 李鸿章就跟他建议说 你应该用海军的名义给朝廷打报告 中国应该大规模修铁路 义轩说呢 我现在骑了反对的力量也会很大 现在不是时候 但是我支持你 你先把到唐山的铁路抓紧时间修 有了他的支持 李鸿章也不用打报告了 大张旗鼓就把这段铁路 修到了天洁北洋水师的码头 1888年 传奇盲义轩觉得时机成熟了 他用海军司令部的名义给朝廷打了报告 说军队有了军舰有了码头 需要修铁路运到码头 这个奏折就到了朝廷上 慈禧让各位大臣讨论应不应该修铁路 因为义轩权力很大 这时候反对和赞成的意见就对半开了 这时候地方大臣张之洞就出来表态了 他觉得应该修铁路 在诸多大臣的赞成下 慈禧在1889年下令全国修铁路 从李鸿章1872年提出来到慈禧1889年同意 中间经过了17年 修铁路又不是一个什么侵害官员利益的事 是带来好处的事 他都要经过17年 那您说他还能做出什么样的好的体制的改革 清王朝始终坚持自己天朝上国的面子 实际上最后还是害了他们自己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